苗栗龙藤断桥结构受损 因此出现了安全疑虑 县府是进行了加固工程 就在断桥的下方来设置了这样的钢架来支撑 但是呢 银色的钢构支撑和橘红色断桥 看起来超级违和 仿佛像是穿越古迹 因此也让民众痛批 说根本是破坏了古迹的美感 我对此县府回应了 说工程是以安全为考量来进行 近日也会在这钢架上面喷上消光黑喷漆 据红色砖拱桥墩 高耸处立在清脆山谷 苗栗三亿龙藤断桥被誉为台湾铁路艺术极品 历经两次地震重创 却也成就沧桑之美 但近期因为结构受损 文官局在去年九月开始实施加固工程 刚购镀星支撑架撑起断桥 但银白色支撑架 盒砖红色断桥看起来超级违和 就像穿越古今 还有民众po文 旨意这根本就是糟塔破坏古迹 支撑架让一切都走位变掉 其实古迹不是说不能修复 不能维护 只是说你要添加的东西还是要遵照古法再来修复 这才是真正我们原来的古迹 主要我们是为了就是防止断桥大面积大体积的崩落 然后危机就是附近用路人的安全 文官局表示钢架表面最近还会在涂上消光黑喷漆 希望能在安全前提下降低违和杆保持古迹样貌 而彰化二水同样也有奇特景观 一整排龙搏出力在海峰路上 但游客发现怎么将近一半的龙搏都被钢筋套上铁笼 管若囚禁树木一样 不仅没敢进尸也阻碍龙搏生长 龙搏价值不菲 乡公所以钢筋防止偷树贼 却也被冠上二水龙搏监狱的恶民 要怎么在美关核治安中取得平衡 相关单位可得再多费心 记者彭光许林一峰苗栗章话报道